不過對於藝人來說 最重要是有一個好的經理人 但講到這方面 SOLAR之前可能有點阻滯 因為跟經理人關係破裂 要罵上法庭 SOLAR和經理人公司的合約糾紛 前前後後歷時一年多 在去年 經理人公司更加向法庭申請強制令 禁止SOLAR自行接任何工作 案件在4月10號 繼續在區域法院進行審訊 2007年 SOLAR被經理人公司入品高等法院 指SOLAR違反合約 要求他們賠償港幣2400萬 案件擾讓了一年有多 案件在4月10號續審 SOLAR兩指在早上9點 就去到灣仔區域法院 還表示希望官司可以盡快完結 想盡快完結這件事 所以你這個心態 希望可以這次第二轉 就可以做要做的事 廣西說的事 還要有判斷 但是同一時間都很平靜 如果是10月內完成 應該最快一個月內 否則三個月都要等 才會有法官的判斷 所以我們也不是立即知道 結果是怎樣的 這段時間 可能是訴訟這段時間 會否影響你們的工作 影響就是 例如現在日日要來法庭 就不能外面工作 這個當然會影響 但是我們都盡量安排到工作 沒有影響工作 其實早在07年3月 SOLAR就向傳媒發出聲明 表示跟經理人公司決裂 其後SOLAR經理人公司 就合約糾紛而交由法庭判決 案件預計需要用十幾天的時間審理 這天出庭作證的控方證人 也即是經理人公司的代表說 SOLAR還有合約上的工作尚未完成 不過他也都被辯方律師提出質詢 該公司合約上面 傳有一些不合理的條文 而且在條文的字眼上 也都有問題 控方證人也都在庭上面 承認犯了小錯誤